身材有道致富从这里起步 各位好 我是有可能祝您致富的天校 现在呢 我是在江苏徐州的云农区啊 在这个地方呢 我见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节目的主人公 我们这期节目的主人公呢 他很特别 他并不孤单 他是三个人 而且呢 是三朵非常美丽的金花啊 这三朵美丽的金花呢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美丽的梦想 而这个美丽的梦想呢 到目前为止 已经为他们创造了不小的 让人刮目相看的财富 这话说回来了 他们的美丽的梦想是什么呢 这三朵金花 他们又是谁 现在身处何方呢 各位 他们现在就在我身后的不远处 王文倩 1986年出生 2009年大学生村官 现任徐州市云农区大龙湖办事处 崔庄村党支部副书记 杨帆 1989年出生 2011年大学生村官 现任徐州市云农区 翠平山办事处 乔家湖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张娟 1992年出生 喜欢各种小动物 是大学生村官 王文倩和杨帆的创业搭档 三个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女孩 怎么会走到一起 她们身上又有着什么样的致富故事呢 三个女孩的创业基地 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云农区 潘堂办事处的潘堂村 这个面积47亩的大院子就是她们做美梦的地方 可这个地方安静的有点出奇 说起她们的创业项目 姑娘们还要跟我们卖个关子 我们金屋藏娇 下午四点她们就会出来了 来到我们这儿 你们一定要清守清找 回头别吓着我们的宝贝 说得这么神秘 反而让我们更期待了 这连城片的屋子里到底有什么呢 怪不得说金屋藏娇 原来这就是三位姑娘的宝贝 她学名叫红富锦基 又名金基 全身羽毛赤橙黄绿青蓝子巨犬 是我国特有的鸟种 分布的核心区域 在我国甘肃和陕西南部的秦岭地区 因为光彩夺目 红富锦基是很多动物园的必选种类 已经成为驰名中外的观赏鸟 2009年 王文倩从环艺专业毕业 成为徐州市云龙区首批招收的大学生村官之一 被分配到了大龙湖办事处 正是在2009年一村一品示范带头人创意试剂报告会上 她认识了特勤养殖户梁冠群 小梁现在已经养殖了十几种特勤 一开始来到的时候就特别想创业 然后之前也接触过包括找过我们市里的环保部门 做过一些相应的想开发环保设备的一些项目 但是也是因为自己的问题就搁浅了 既然来到农村就要做和农民信息相关的产业 通过与特勤养殖户梁冠群的接触中 王文倩开始关注到各种特勤 就让她最终确定了创业项目 可是她的项目却跟一般的特勤养殖户不同 我只做红腹锦机 别人已经养得不错的东西 王文倩为什么也要养呢 看了那么多的特勤 她又为什么独独中意红腹锦机呢 虽然说他们养的特别的多 但是我觉得红腹锦机还有内在的潜力可以挖掘 我觉得他们有把这个项目做尽做谢 所以说想把这个单独拿出来作为一块 然后深度的挖掘一下它的市场价值 按王文倩的说法 红腹锦机长得漂亮招人喜欢 每只的销售价格在六七百元 在各种特勤中价位算比较低的易于接受 同时它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训养繁殖的红腹锦机 它已经被国家林业局允许进入餐桌 相关产业潜力巨大 养殖红腹锦机由此成了它的创业项目 从刚开始的招场地 然后到后面那个拉资金 拉合伙人 都是都是这都是困难 给我们讲解啊 座谈啊 拿出了一些这个 关于这个这个红腹锦机的这个图片啊 书啊让我们看 我们看了以后 感觉还行 我偷入了万八块钱 显示什么 显躺着弱 正是凭借着自己大学生村官的优势 王文倩与村民们推薪致富 最终十户村民加盟 同时依靠相关部门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支持 王文倩最后筹集到的资金达到八十万元 2010年年初 他们的徐州市攀唐续勤养殖专业合作社 终于成立了 但是谁都没想到的是 没过多久 在选择搭档这个问题上 王文倩的决定 又让所有的人大叠眼睛 但是听说他人一看是这么年轻的 感觉不大放心 这位就是王文倩力挺的 红腹锦机养殖负责人张娟 1992年出生 90后在很多人看来还是没有长大的孩子 怎么能养好红腹锦机呢 就好多人都说有什么原因啊之类的 我没有 就是特别喜欢 我觉得他们和 就和一个个静灵一样 特别重要 正是对红腹锦机的真心喜欢 细心观察 张娟在养殖红腹锦机方面 很快有了自己的一套方法 要说这养红腹锦机啊 人家都说小张呢 有个绝招 什么绝招呢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呢 他都会去买一批红土回来 买红土干什么呢 我听说他是要把这红土 加到这红腹锦机的饲料里头去 这是为什么呢 是吧 我反正是没想明白 但是我今天抓这个现象 又买回来红土是吧 杨帆是我们尼龙区的一届的村官 当时我们是在那个 就是我们村官的作战交流会上 他听了之后 我的那个创业项目的那个汇报之后 因为我们的村官 就近期我们都有项目汇报和交流 作为后辈的杨帆 主动去找前辈王文倩 而这次的交流 让他们一以拍即合 当时看资料的时候 觉得他那个攻击特别漂亮 然后觉得做标本 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 然后他当时跟我谈 他就说你看这机那么漂亮 然后把他固定住 让他固定住 做那个标本不是挺好的吗 我也想这女孩 跟我的想法怎么那么契合 王文倩部署具体规划 张娟擅长实际操作 杨帆富有创新想法 三个女孩组成了 合作社的铁三角 为了饲养安全 她们甚至自己种蔬菜 可当把这些 不识任何化肥的蔬菜 喂给洪富进鸡后 她们却发现鸡有点不对劲了 眼神啊什么的 毛啊都会顿时那种暗而视色 姑娘们开始自己找原因 分面一下子就表现出 就是黄一点细一点 而一一试验 让她们没有想到的罪魁祸首 竟然是白菜 白菜因为含水量较高 喂给洪富锦鸡 容易使它们拉肚子 所以白菜根本不能作为 喂养洪富锦鸡的轻饲料 洪富锦鸡的种鸡 一般会选择长到15个月 美丽羽毛长齐的公鸡 和长到9个月 性成熟的母鸡 母洪富锦鸡通常 三月初到六月底产蛋 可2011年产蛋问题上 却出现了异常 就特别反常 它八月份才产蛋 然后孵出来蛋 又是不受精的 没有用 要知道 洪富锦鸡虽然是一夫多妻 但这妻的选择很有名堂 公的洪富锦鸡 是很有主见的鸡 它们崇尚自由恋爱 不喜欢的母鸡 一个窝里相处时间多长 都不会进行交配 母鸡产下的蛋 永远是没有受精的蛋 但问题是 姑娘们在给洪富锦鸡配对时 已注意到了这一点 可为什么还会出现问题呢 一个细节再次引起了 负责养殖技术的张娟的注意 每次喂的时候 都是公鸡先想去吃 吃完之后母鸡才能去吃 然后 就是公鸡比母鸡还吃得多 正是这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原来母鸡到了产蛋期 因为营养跟不上 多延了产蛋期 可到了八月份 母鸡能产蛋的时候 公鸡却又过了交配期 所以母鸡下的蛋才会没有受精 知道了这个原因 姑娘们特意给母红腹锦鸡 补充营养 比如没有产蛋的时候 就喂一些蛋 动物蛋白比较少的 就相对比较少一点 比如鱼粉啊 骨粉啊之类的 就是只加5% 但如果产蛋了之后 就是产蛋前一段时间 到产蛋期间 就会加到10%到15% 即使补充了这么多蛋白 一只红腹锦鸡一年的饲料成本 也不过60元 由此换来的 却是数量稳定的 小红腹锦鸡鸡苗的出生 你看我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觉得我挺漂亮的 没错 别看我是红腹锦鸡的标本 但是我告诉你 俺身价可高了呢 俺这一只 那可是2000多块钱呢 您要问为什么是吧 还是让我的主人告诉你吧 我们之前这个红腹锦鸡 在单卖活体的时候 它是能卖到700块钱一只 但是我们做成标本以后呢 然后它的就是 大概有一斤重 然后我们把它的肉处理掉 就是30块钱一斤 但是我们做成标本以后 这个红腹锦鸡可以卖到 1000到2000块钱 可以啊 等于说我们的产值 等于是翻了一倍还多 地方媒体包括省报的宣传报道 让更多人关注了这三个姑娘 而过硬的产品 更是让他们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这一比比的销售 就是他们最引以自豪的成绩 2012年 潘唐续琴养殖专业合作社 预计销售种苗2万只 按现在60块钱一只计算 产值能够达到120万 标本计划销售400只 产值将接近10万人